7月29日到8月2日 首都北京遭遇了暴雨灾害 今天上午 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为我们盘点了本次暴雨灾害造成的损失 截止到8月8日24时 全市因灾死亡33人 因抢险救援牺牲5人 还有18人失踪 包括一名抢险救援人员 而且此次洪涝灾害造成近129万人受灾 房屋倒塌5.9万间 严重损坏的房屋14.7万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高达22.5万亩 这还只是目前灾害损失的阶段性数据 造成的财产损失还在持续的统计之中 而且我们知道一段时间以来 不但首都北京遭遇到了暴雨洪灾 京津济地区 我国东北地区也已经或正在遭遇暴雨灾害 大灾之后我们想到的不光要统计损失 要防止大灾之后出现的大疫 还要进行灾后的重建 而另一个层面呢 我们也不得不说 虽然我们已经步入到现代化社会很多年了 可是面对灾害 我们人力还是有限的 就像这次首都北京的暴雨 这恐怕是由统计数据以来 北京降下来的最大规模的暴雨了 但是我们还是想问 成平之时我们有没有可能做更多的预案呢 比如说第一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整个城市的下水环境做得更好 暴雨降下来之后 能够城市迅速的排水减少损失 第二 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来呢 一旦一个地方遭遇到暴雨洪涝灾害之后 有没有可能迅速的帮那个地方恢复供电 恢复通讯 恢复交通呢 要知道对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现代人来讲 突然之间的断水断电断粮断通讯 大家是受不了的 而第三层面呢 此前我们也多次建议过大家 不管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有多么幸福 有多么平稳 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应当啊 在家庭中建立一个基本物资储备 有饮用水 有干粮 有药品 有火源 有电源 有应急的电池 这样在遭遇到突发情况之时 我们就有了足够的自救能力 也可以等到救援人员到来的时候 所以这场暴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意外和明天不一定哪一个先到 而我们必须在平时做好准备 才能应对每一场意外